夫妻纵三条以上,早晚要离婚,看看你有没有 如果两个人从恋爱到婚姻,你们有很多以前的情趣和浪漫,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说婚姻生活可不是你以为的婚姻生活,那需要一辈子来运营 许多夫妻步入婚姻生活之后,刚开始还好,很甜蜜 不过时间长了之后,他们就感觉到没多少意思了,感到乐趣变少了 如果你们两个人感觉婚姻生活比较无趣,并且长期有这种感觉 那你们两个人可能有不好的预兆,看看下面这五个情况 如果你们出现了三种以上的情况,那就糟糕了 那你们夫妻两人的感情可能要破裂,也许会离婚 当两个人长期处在这种无趣的状态下,两个人就很容易出事故 第一,你们两个人不再互相关心,照顾对方了 比如我们每天回到家之后,各忙各的,也不说话,吃饭也只是做自己和孩子的 不过与对方一起吃饭,也不关心对方有没有吃饭 妻子也不给丈夫做一桌暖心的饭菜,或者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回家之后问候对方 对方很辛苦的时候,也不关心对方的身体,不给对方第一杯热茶 总之自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管对方怎么样 第二,彼此不尊重 虽然夫妻两个人是很亲密的,但是尊重还是要有的 如果两个人吵架了,一点也不顾及对方的感受 大吵大闹,为了自己的利益主骂对方,或者在亲人朋友面前捧吃爱人,嚼舌根 那这样的话,你们两个人也许根本就没有感情了 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呢 第三,夫妻两人的性格差距越来越大 刚结婚前后,你们的感情很是甜蜜 虽然性格方面还是有差异的,但是你们彼此承诺要互服 两人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互相帮助 携手运营你们的爱情 然而结婚很长时间以后,你们的爱情初心逐渐改变了 性格差异更大 两颗心的距离越来越远,一碰在一起就吵架,做什么事情总是观点不一致 第四,不愿意与对方沟通 曾经你们还经常互数中藏,靠在一起说悄悄话 甜言蜜语,每天有什么有趣的事都与对方分享 难过时两个人一起,兴奋时两个人也一起 然而现在你们却不愿意与对方说话了 什么东西也不与对方分享,共同语言都没有了 你们两人在一起时的气氛总是十分冷清 说明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已经没有了 婚姻生活快要走到了尽头 第五,两个人没有了夫妻生活 以前的你们总是充满着激情 而现在却连亲密都不会了 双方没有了过夫妻生活的欲望 并不是因为双方身体的问题 而是因为你们已经对对方失去了兴趣 嫌弃对方,完全提不起欲望 谢谢大家 除了 李凡文化 你的资源 没有什么 平衡 经许的 我 这 体面 是